接受夏威夷官员的热情迎接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日前出訪當地 他在論壇上也提到了嚴峻的南海局勢 就在隔一天21號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宣布 菲律賓當局和美國軍方 舉行了聯合海上與空中巡邏 並且形容這是一項重大的舉措 而看看位置 顯然又是來針對中國 官員指出演習會在雅米島附近展開 而這座島距離台灣 大約僅僅只有100公里 而在消息公布前 小馬可氏在夏威夷的論壇上形容 南海的局勢比以往更加嚴峻 中國和菲律賓船隻頻頻發生衝突 兩國皆聲稱擁有主權 並在水域頻頻對峙 雙方關係急劇惡化 不過菲律賓面對中國的打壓 反抗的態勢一點也不軟弱 頻頻聯合美日抗中 甚至日前 日本首度將防衛裝備出口給菲律賓 包括交付了四座防空雷達 以及提供了海岸監視雷達 提高菲律賓在海上的執法能力 另外印度以及澳洲兩國 20號以及21號也在印度首都舉行了 外交國防2加2的首長雙邊會談 兩國同意進一步的強化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 澳洲國防部長馬勒斯表明對印澳來說 中國是最大的安全焦慮 兩國戰略一致的重要性比以往還要來的大 顯示整個印太地區都在全力對抗中國 東新聞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旁邊Ittropa 2019還要來,除非做 pending